大家好,欢迎收看CT GAMING 黄心书幽影的流程攻略的 应该是第八集 上一集我们是清理了这个青狼海岸 然后今天我们就要玩在红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卡罗第三目的 现在我们先跑到这个龙的翅膀上面 往西边走 在他翅膀上呢 是要好几样东西拿的 就是这个龙响鱼叉 然后我们往南边走了 会开始看到红花的下来以后呢 往东南边呢可以捡一点材料的 拿一下油纸 哎,我印象中这里是有一些石头可以拿的 这边是一头羊就不管它了 嗯,难道是我?哎,没错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西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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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会看到一个小boss 我们先不理他 点了赤福再给他跟他打 他会一直往瀑布上方传送的 而且他会召唤那种叫做王狮幽灵的怪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恢复啊 就是那个会降龙十八掌那个 就是那个会降龙十八掌 那个很恶心 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什么圣属性的武器 对,拿这个吧 然后增加战机伤害 然后增加战机伤害 增加防御力 然后增加 维率调的 换个连续攻击 好 恢复检查一下啊 拿了啊,可以 没有负重,很好 那我们往东边有水的地方走啊 看一下要先往下一层 好,我们在这里把大哥叫出来吧 可以把buff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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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打一个电火吧 然后让他上来 我们就不用跳下去了 好 准备好恢复了 哇,大哥下手这么狠啊 直接放火 好吧 我还是比较幸运啊 这一次没有让他成功 把那些恐怖的怪放出来 好了,完成以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制作笔记 然后我们回去一趟这个 赤福点 很快的 把时间调到中午 好 接下来呢,我们往东北的方向走啊 我看一下东北应该是这 这个 我们先往东北方向走吧 到了以后我再开地图给你看 因为我只记着方向啊 经过这个水池呢 继续往东北 看到了 看到了 就一个很大的墓碑 这里 欢迎他神圣刀刃 在这里有很多库鲁头 要打的 你看 你看 好,我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一直贴着这个崖边往西的方向走啊 好 因为有时候呢 我只知道怎么跑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图的 位置在哪里啊 所以我拿完以后开地图给你们看 好,上来以后再拐 这里又有东西拿的 又有点 比比亚的幻生 这个是魔法还是祷告啊 没有多大研究啊 我 先给你们看一下位置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往西边走啊 有一些鸟在那里的 哇 哎呀 打掉吧 看看他们会不会掉武器 没有 真小气 好 对的 这里有几只守木鸟可以打掉 而且这里可以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魔法 哇 神圣刀刃打他们不错啊 啊 灵魂光环啊 就一个冲击力还蛮不错的法术啊 灰图挺好用的 比较适合玩死亡魔法的法师 比较适合玩死亡魔法的法师 哎哟 好 给你们看一下地图的位置啊 这里 OK了以后继续往西边走了 上一下这里 这里应该没有东西拿的 啊 啊 继续往西边 看一下啊 应该是这个方向 好 啊 西边这里呢 有一次怪打到他会掉个东西 啊 都拿完以后呢 我们传送回来赤副点 卡罗隐藏墓地的这个赤副点 哎呀 接下来要不要打boss 接下来的boss是死亡仪式鸟啊 我们把时间调回中鸟 那这一次呢他白天也会出现的 看看啊准备一点更属性伤害好 哦 零要我就懒得换 随便 那他就会在这个水池的中间出现呢 先把大哥叫出来吧 旁边会有一些小的鸟呢 我们尽量的清理一下 神圣刀人打他们也很好的 尽量不要太靠近中间的 我们贴着侧边来清理敌人啊 哎 大哥你先上 哎呦 打掉这两只应该就可以了 好 哎呀 居然不够蓝 走起 左边应该还有一些 我们先往这一阵鸟冲了 趁那个boss出现的时候呢 赶快把 连轻一下 哎呦 让他过来一点 因为他后面又有一只鸟了 那跟灵火龙的打法一样 对着他的头狂丢这个就行了 哎呦 看来那个鸟 已经出来了 把鸟打掉 这个神圣刀人打他超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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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非常的简单 哎呦 又有鸟 心情理道 好了 打完这个boss可以拿到一个很不错的战灰了 这个就是那个死亡勾棒的战绩啊 非常猛的一个战灰 OK 打完boss呢 我们是要往北边走的 有一把武器 他就在这里 我们先上右边的悬崖 跟着学样边走就行了 跟着学样边走就行了 好吧 我标记有点歪了 好吧 我标记有点歪了 拿到这个灵魂见任己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返回吧 那么我们返回吧 大概在我现在的这个点呢 想下去 拐右 在这里 好的 然后我们就往西南的方向走 西南的方向有一个制作笔记 哎 不对 有点太早了 我们应该是 接着这个悬崖 看到那朵花没有啊 现在标记一下他 哎呦 青青里掉敌人 哎 换活刀 好 还有没有 还有啊 哎 再麻烦要清理完敌人才可以 打开地图啊 好那朵花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上来这个水池打一个河马的 花的后面是制作笔记 要马上跳上来 在这里打河马 好 迟一点还会有这个 boss版本的河马 会强一点 普通版呢 我觉得没有很难打 哎呦 不过 刚刚忘记回去做一下赤福了 算了 加两个boss也够 加两个boss也够 他这一招会抓人的 哎呀 往后跑没有用 那我们整个流程呢是有好几只河马要打了 打完他们是可以拿到这个幽影树碎片 同时呢在水骑池 水池这里呢 拿一下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往北边走了 走到大概地图的这个点呢 是有一个地下目的的 看一下啊 又在那个方向啊 不过呢有一处地方我们是要跳的 是这里 所以呢 我们先往这里跳 然后往这个方向下去 再过来 再过来 啊我们会看到远处呢是有一个大火火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的 好 尽量靠右下来以后 让他发现还是挺麻烦的 他会有很多跟踪的火球 而且被他发现以后你还不可以打开地图 很麻烦的 好了 来到了第二点以后呢 我们往第三点出发 到了门口呢 我们先不进去啊 门口旁边呢 有东西拿的 哎呦 哎呀这些像藤壶的东西很烦人 被他们打到 有可能跑不出来啊 还要扣一下 啊 啊 现在�子生的 一直在这下 嗯还差一万二了那再生一次吧 刚好 好啊在这里呢最好准备一点可以打远程的手段了 先换回我背图用的装备吧 其实我这把刀会给我补血的 算了懒得换来换去 这里有个门是开不了的 我们往左走 右边这个房间呢什么都没有了 地上有点垃圾捡了 不过有一个搞偷袭的 然后这个房间呢我们先不用进去回城的时候再回来 往前面把对面这里清干净吧 接下来呢有一颗大肉丸的 好继续往里面走 地上的东西记得拿 在这里呢你可以跟灵魂对话一下 拿完道具往回走了 小心左边有人偷袭 拿一下钥匙 但是要往回走呢就可以用来开门了 好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挺麻烦的 哎呦我小心不要掉下去啊 不过也不对好我说错了我们这里要跳下去 哎呀我应该爬梯子的 哎呀回复一下 好了进去房间以后呢 右边 右边有一颗肉丸 他会叫的举起盾牌 来打完以后就进去这个房间 哎刚好被吃一下 无血不难 拿一下武器 暗器调商品 然后我们直接走到对面啊 应该是靠左一点 哎呀这里很复杂啊 我们把走过的房间标记一下吧 这里走过了 好的 然后我们往这个洞里面跳啊 跳进来以后呢往东边走 点完东西掉头 往西边走 这里会开始看到老鼠的 看看这边是没有东西的 我们往继续往西走了 先走左边 打掉老鼠 然后打大老鼠 打掉大老鼠以后呢 我们要往北边走啊 东边这个口呢是出口来的 先不要走 我们往北 北边是有一个饰品可以拿的 嗯 对就是有大老鼠那边 拿好以后就可以往北走了 这个房间应该没有其他东西拿的 好 好 左边这个洞 又有老鼠 然后我们爬上去 上去以后呢有肉丸呢小心啊 好 不过要先开门所以没差 这里应该没东西拿的哦 不对 地上有两个 小心呢 在这里的肉丸呢是会叫的在出现的时候 所以要非常小心啊很痛 不知道这只会被叫呢 哎呀没打中 然后呢我们靠左走啊 这个柱子后面又有一个湖的里面有肉丸出来也会叫的 先不管他我们先跳他来 举个盾牌了 哎 要靠近的时候记得举个盾牌啊 好打完这颗肉丸呢 进来趴旁边的房间 哎呀打掉这只 让我补一下雪跟蓝 再往前面走好像那个地板会塌下去的 是的 是这里啊 哎 马上往右边呢 有人会抓你的 哇哦 哇哦 你后我们出房间 上来 先找第一个房间呢 这里呢 是一个隐藏的地区呢 打掉 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要是哇 嚇我一跳 啊 隐藏的房间 我们先走另外一个房间 又有一个提笔亚的幻生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没研究 哦是一个消耗品来的 哎还可以召喊 帮忙呢 哦 应该没什么用了吧 看一下出来应该是拐右的 继续上楼梯 哎呦 吓我 吓我一跳 哦 然后就到这个房间呢 小心不要摔下去了 我们 跳过来 哎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用一点远程手段 把对面的小胡打掉 下方还有蛮到敌人呢 啊 可以的话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呢 我们先把这些小胡清理掉 这里还有蛮多的大胡的 把左边这个 要打的 好 这里剪碎片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大的 好 打开宝箱 拿到要死以后呢 其实我在想 其实我在想 这些胡是不是友好 不会主动攻击的呢 不会 会打你的 好了 刚刚有小胡的斜坡 急着上去啊 好拿完东西可以走了 拿到了要死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刚刚那道门 我们就可以开刚刚那道门 小心了 差一点掉下去 好 拐左了 就在这个门里面 这里会有一个火把的这个火把有一个特别效果是可以让你隐形 不过我基本上没用过 我看一下啊出来这里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不需要跳下去的啊 我们往回走 要不我标记一下吧 就标记一下这里 好回去楼梯上去 哎呦 我小心左边的偷袭的 有一颗肉丸 嗯 这个房间好像是没有东西拿的 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们最好是举着盾牌往前走啊 哎走错了 是这里 西边的方向啊 好了 我们靠左边往一点跳吧 举着盾牌 哎挡掉他这个吼叫 把他打掉 把他打掉 左边又有一颗肉丸啊 要小心啊 同样呢最好是举着盾牌靠近啊 他就在这一堆湖的顶上啊 哎呀 他呢 很烦耶 他是丢远程的 飘上去来打我吧 哎呦 哎呀 然后这个房间呢 我们先不用打 这个房间呢 就是刚刚我们走过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标记一下 然后上去的这个也可以标记一下 因为这个房间很大的 走过的地方标记一下 这边就不迷路 要不我们把这个怪也清理掉吧 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刚刚标记好的房间那边已经走过了 然后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也可以标记一下 地板上都走过了 地板上都走过了这里的房间 这里呢是刚刚我们跳下去的也打过了 可以标记一下 要应该还剩下这个房间没打的 所以不用管他 好了我们现在先从这个斜坡旁边的房间进去啊 这里有一个 要用钥匙打开的门 我们我们快打boss了 接下来的这个boss呢 你凡人呢 他呢打到一定的程度呢 会召唤很多的分身啊 一些分身呢很好打 但是如果你不打掉的话呢 会把你秒杀的 所以我还是用祷告为主啊 用大范围的魔法 不是祷告 现在好棒 按错 我现在把那个放到右手了 大哥也用祷告吧 我先拿着声音机来召唤 他开始造分身的时候呢 他开始造分身的时候呢 走到场地中间 等他们出现啊 好像效果不怎么样 其实 大哥用祷告补助吧 我用武器 试读圣剑可以帮我回血的 打掉这些幻影 本身 让大哥放这些还挺有效的 好 不是很难打 但是很麻烦 打完就可以拿到他的面具了 这个面具呢 可以让你变身的 变成他那个模样还蛮丑的 还蛮丑的 来看一下吧 让头变得巨大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是用来干嘛 我们来读一下啊 对你要把你身上的装备脱干净的 用这个把防具脱干净 再用的时候可以把头变得很巨大 没有解释是有什么效果 没有解释是有什么效果 嗯我应该可以升级的先升级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打一个大火锅的 这个大火锅呢 我们要准备那些大火锅 嗯我看我继续伸这个信仰吧 好吧 然后呢我们是需要这个大火焰湖跟这个大燃炉湖 挺难读的这个 我们优先做这个 能有多少做多少 然后没有材料呢 我们才做这个大火焰湖啊 最好是在这里备份一下存档的 很难打了这个部分 好了我们有什么抗性就放什么抗性 接下来这个柳条人呢或者是大火锅呢 是一个机制杀来的 其实我们看一下 提高一下弧的伤害有没有用呢 我记得是有一个视频的 友好弧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加那个伤害啊 然后有一个投势的 有什么分别 有可能 那个视频不会加这些大火的伤害的 不过先不管呢 换一个轻一点的武器吧 这个也太重了 好吧 那我就用这个 先呢抗性比较重要 再装一下盾牌 行不行 可以的 好了 把那些虎也装备好吧 好呢 走吧 哎呀 哦对 这里不能坐嘛 我看一下出来了以后 哎呦 大概在这里有一个东西拿的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 然后我们呢要往这里走 蛮危险的啊这个路线 我们贴着悬崖走吧 然后右边有路上去的时候就上去 下来这个部分呢我会进入战斗啊开不了地图给你们看的所以先被我标记好给你们看了好拿完这个东西往二号走 哦 二号呢 这水池里面有东西的 没被发现了 可以 可以 要我们玩啊 3号走了 我们要打这个 大火锅了 这个打火锅呢 脚上呢 是有装甲的 所以呢 不能用之前修脚的方法来打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身后呢是有一个气流的 我们跳上去 先不要管他 好这个要跳哎呦 然后我再跳 跳上了以后呢 马上往C的方向走啊 这里有一个东西拿的哎呦 啊 这里是一个安全位置啊 他用远程打不到你 那如果哎呦 我打得到啊 我不要贴着这个墓碑啊 地上会燃烧的啊 先把血布满 好了 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你呢 那个湖用完呢 没有把它打死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安全登出的点 登出去 再进来以后呢 你会推出战斗的 然后你可以再制作多一点的壶 你先检查身上的壶的材料够不够 可以先回去一趟远作厅堂去买 因为我们之前有检查这个蘑菇的灵珠嘛 如果五个大火壶啊 哎呦 这里是安全的 你看现在我又可以制作道具了 好 所以登出这个方法记得了啊 光是五个这个大火焰壶呢 你应该是足够的 然后我们现在跟着攻略走 应该有六个 如果你有大燃炉壶呢 优先做这个大燃炉壶啊 哦 他又发现我们了 这个打完就可以出去了 靠近他 先躲好这些火球 这些火球是跟踪的 但是有马的话呢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走到边上 我看一下他又放了一轮 先躲好 这些火打人很痛 多好 好了这个用盾牌可以挡的 不用怕 我们锁定他 要开始丢这个壶了 一直丢 对他有好几万伤害了这个 没事被打到 继续丢 哎呀 我按错了 等一下他要跳 那我用盾牌打 记得啊 锁定要锁那个锅的中间 他能不能站近一点呢 那我到近一点 他拉开距离是丢不到的 好你看我失败了 把壶丢完了都没有打死他 然后回来安全的地方登出 好丢的时候先不要那么急 等他出完招靠近了以后再丢 然后这里登出 我在这里是做一下错误释放了 刚刚在狂丢 好登入回来以后呢 记得马上制作了 我们跑了那么多图呢 应该是够材料的 好再制作五个 OK 靠近了 要再躲一轮他这个火焰弹 看 他在摇的时候可以丢一下啊 我还是没有成功把他打断 好 好 好呢 好呢 好了打掉了 打贏以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灵蓝捷径陆地跟燃火面具 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现在是改动了 我之前呢 不太记得了 好像你重灯他那个血量会补回来了 所以要注意最后是一口气能把他打死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难了太烦了 等我们收集了多一点大巨猎虎以后你再试也行 好了打完这个了 那这个卡罗隐藏目的也就打完了 然后呢我们南边所有图都应该已经开好了 出了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晚点才过来 还有这个大洞 大洞呢我们推主线了以后这里会解锁了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打 然后呢东边这里呢尖刺山呢 我们要在山顶上打一个很强的boss 就是狂龙贝勒 那这个boss呢他掉的魂呢 是仅次于这个游戏最后的boss dlc的最后的boss 那肯定很难了 我们是肯定先不要打这个 那我们传送来这个城的前方 就是这个恩西斯城 好的那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了 ok 那今天就先打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将会开始攻略这个恩西斯城 把里面的boss打掉的 不想错过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还有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